俄本拳手开局就要逃跑 结果被中国格斗老炮姜龙云抓回去继续打 说到姜龙云这一位格斗老炮是我们中国最高顶的选手 同时他也是参加国际立台万冠赛的首位中国选手 当时的姜龙云就已经有48岁如今更是高达53岁 在立台上凭借着超强的地面战术也是被全民朋友称为像姚洪刚一样的鬼娇王 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摔角而且他以前就是摔角冠军 所以让他在立台上更是战无不胜 很多小儿子过得不错的选手在发布会上挑衅他 结果在立台上也都被打回原形 就连中华虎杨建平在姜龙云面前也只能叫姜龙云为前辈 今天就让小吴给他带来姜龙云的几场经典比赛 可以看到第一场比赛是姜龙云对战21岁的小将 来自于日本的颠早折一郎 这位21岁的小伙面对40多岁的老将姜龙云也是表现的毫无畏惧 要知道姜龙云可是WBA世界冠军曾经28秒钟KO他们日本的同乡 可以看到此时的姜龙云年年47岁这战绩11胜 典负是一位经验十足的格斗老炮 好的此时的裁判也是将双方选手召集立场中间双选手碰拳 可以看到裁判也是讲述完比赛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哦 这边比赛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天哪 这边姜龙云 哇 打到这个日本选手也是想逃出内台 这边也是强行 哇 拽在内台中间继续打 哎呦 这这件事让人想不到 可以看到姜龙云此时也是将这个日本选手完全摁在地板上折磨 要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这个日本选手就想迎正脱逃 姜龙云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也是强行将他摁在龙边抱锤 哎呦 姜龙云打的是格外的凶啊 可以看到这个对手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身为日本选手的他也是只能摁摘啊 被姜龙云死死的摁住啊 姜龙云下手还是非常狠的 可以看到这个日本选手也是现在被裸脚了 这完全是没有机会可以挣脱啊 完全没有机会 此时姜龙云也是想要搭扣 作为日本21岁的小将想要辗转反侧 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看到拳拳刀了 我的天哪 此时的日本小将已经是被打得枝牙叠嘴 最后也是被裁判叫停 没错姜龙云首会和KO日本选手获胜 就连场外的吃瓜群众也是忍不住啊 为姜龙云老师点赞 最后在裁判的一致判逆下 47岁的格斗老炮姜龙云以KO的方式终结日本选手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不愧是格斗老炮漂亮 日本选手开局就要逃跑 结果被中国51岁格斗老炮拽回去继续打 现在那小吴代代的来到第二场比赛 没错就是姜龙云首次参加万光竞赛 此时的他已经有48岁 不过他的精神却是丝毫不解 他也是中国首位走上国际队台的拳手 而他的对手37岁在比赛经验上面不比姜龙云要差 姜龙云首次登上国际队台 他的战绩也是三胜两负一平 虽然中和格斗战绩不理想 不过这个精神已经是非常可嘉了 好的 这边裁判也是将双方选手召集队台中间 可以看到姜龙云对战这个外国汉将 裁判也是讲述完比赛规则双方选手碰拳 这场比赛对于鬼焦丸姜龙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他的国际的台首秀 比赛开始姜龙云也是与这个对手碰拳 双拳在试探 姜龙云也是踢腿 可以看到先踢腿开路 而这个对手非常忌惮姜龙云 因为他知道姜龙云是一个摔角选手 好 这边想要爆摔却被一拳干中老门 呦 这一波想要爆摔 再次被干中老门 可以看到姜龙云还是有点极了 首次登上国际的台难免是有一些紧张的 哦 这个时候也是凶猛杂拳可以看到对手 但姜龙云这边也是脚住了对手的腿部 什么情况居然反裸脚 可以看到这个对手也是倒在地上 姜龙云这边有也是没有获得一个有地的位置 这个时候姜龙云也是逃脱过去 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回到战地 但是两个人打的依旧是喋喋不休 这位姜龙云也是时刻保持了警惕 对手也是想要进攻 可以看到姜龙云这边选的后撤 姜龙云也是时刻的低法 这个对手毕竟也是有着一定的实力 哇 也是来了一个踢腿 不过姜龙云闪躲非常的快 比赛也是在继续 姜龙云这边又来一腿 此时的对手也是被踢得非常狼狈 可以看到姜龙云再次向前压进 哦 这边又来一腿 但是被躲了过去 还是有一些狼狈的 比赛还在继续 姜龙云这个时候再护撤 双方选手的距离感也是保持得非常好 可以看到姜龙云 左手也是时刻让这个对手进来 哦 这边直接想要爆摔 漂亮姜龙云 这个时候也是前行要带路地面 这个绿手明显有一些招待不住 这个手也是 哇 被前行抱住 这个时候已经压住了 基本上是非常难逃的命运 前行按住 将你前行按住 这边的姜龙云已经取得了一个较大的优势 是要按住对手 让对手无法起身 他将很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 可以看到点续的肘肌 对手也是完全顶不住 前行按住暴打 我的天哪 姜龙云这个拳头也是由同余地面砸在头上 姜龙云将对手死死按住 对手根本就没有机会 哇 姜龙云也是获得一个枪有地的位置 这个对手只是已经是任人宰割 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逃脱 姜龙云死死的贴在他的身上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逃 这个时候的他只能默默祈祷 第一个回合的时间快地结束 但是姜龙云无情的铁拳还在砸下 取得优势的姜龙云也是迅速拉背 直接从这个背上砸击 这一步也是让对手彻底无法动弹 可以看到首次登上国际地台的姜龙云 就像一批猛虎 将对手死死的摁在地上 重拳全拳道路 根本就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这里也是直接斩平了 可以看到直接斩平 这下是更加不用想 没有机会可以逃脱了 哇 已经是死死的锁住的头部 比赛时间还剩余最后的42秒钟 对手能否撑过去 非常的困难呀 哇 已经快被勒窒息了 裁判这个时候也是终于叫停的比赛 再打下去估计会出世 裁判终于叫停比赛 姜龙云又是以裸脚Q的方式 降服对手获胜 对手更是被打得直接不显能是 躺在地上接受检查 在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 姜龙云先是抱起对手一个被摔 然后强行锁住 地面砸拳 直至将对手裸脚降服 裁判叫停才肯停手 最后在裁判的判定下 姜龙云也是首回合 裸脚降服对手获胜 日本拳手开局就想逃跑 结果被中国50岁格斗老炮拽回去接着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比赛 没错就是我们的中国姜龙云 对战日本的格斗小姜 征仓郭氏 这位格斗小姜也是非常的猖狂 这一条战是摇来摇去 还戴着一个面具 看起来也是十分的狂 但是这些在我们中国格斗老炮 姜龙云面前都是虚同摆设 可以看到比赛开始 姜龙云直接上前就是一个虚缓 对手第一轮就被打得没骨出血 但是姜龙云并没有完 这时候就在试探 哦一个前手摆拳没有打中 再来一个前手 漂亮可以看到重拳着击 姜龙云这个时候也是完全将对手 我摁住 好家伙 重拳扎头 这个日本选手已经是顶不住了 被姜龙云死死摁在地上 比赛的重拳也是让他招架不住 可以看到圈圈到了 但是这场比赛并不会停止 想往姜龙云下手也是越来越狠 这个日本选手也是被姜龙云给制裁了 哇 圈圈到了 看这场面是不是有当年杨建平的魂法 将对手死死摁在龙边 哇 这时候也是想要从背后裸脚 但是这个日本选手也是迅速推开了姜龙云 但姜龙云无法布置他的十字固 哇 这个时候也是锁住了漂亮 直接是十字固裸脚将对手 哇 手臂都快折断了拍手头衔 最后在裁判的一致叛逆下 姜龙云也是首回和KO对手获胜 这位格斗老炮真的是在世环中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 大家认为姜龙云与杨建平他们俩的实力 谁会更强了 欢迎在评论底下留言 我是解说员小吴 喜欢自由搏击的朋友可以给我点关注 并强递推出我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